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或者日语 总之是一种你没有学过的语言 然后你参加了好几期语言的培训 大概到了第五周左右 你们班的老师忽然有一天 随机的叫同学到黑板前面来默写单词 你就被随机的就叫上去了 然后在众目睽睽之下 你发现自己大脑一片空白 就是老师让你写的这些单词 你一个都想不起来 然后老师还让大家回答几个语法问题 其他人对答如流 然后只有你一个人 什么都说不出来 你就在这种尴尬的气氛中 在大家的注视当中持续了一分钟 我请大家想象一下 如果你在这个情境当中 你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你当时心里会想什么呢 问大家这个问题的原因 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这本书 它说这个世界上的人 从思维方式上会分成两种 一种叫做固定性思维 一种叫做成长性思维 那么在刚才跟大家说的 这种情境当中 如果是固定性思维的人呢 因为他认为 人的这个基本能力 是持续不变的 所以他的感受 就是感觉非常的羞愧 自卑 觉得这个不好意思 对吧 然后自责 也有可能对老师怀恩在心 或者说直接就放弃了这个学习 但是对于成长性思维的人来说呢 情况就不太一样 成长性思维的人呢 他相信人的能力 是可以持续不断的变化的 所以他在这种情境当中 他认为我这一次 我单词没背 我这语法不行 那说明我就继续努力呗 这反倒可能成为他的一个 进步和学习的一个新的机会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本书呢 他从根本上去解释 为什么人和人 在面对成功 面对失败 面对生活当中 事业当中的各种 顺境逆境的时候 会有这种天差地别的反应 这本书的名字叫 Mindset The New Psychology of Success How We Can Learn to Fulfill Our Potential 终身学习 重新定义成功的思维模式 他的作者呢 是斯坦福大学的一个 心理学的教授 叫Carol Dweck 这个心理学的教授 特别牛啊 他在过去的二十几年时间里 就专注这么一件事 他就想知道 为什么人和人在面对成功 面对失败的时候 有那么大不同的反应 他自己呢 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学生啊 他当年的时候 是在普利斯顿大学的 这个心理学的博士毕业 你想啊 这么好的大学毕业 直接任教于 印第安纳大学布鲁明顿啊 当这个心理学的助理教授 接下来呢 他又到了斯坦福大学 但是这么优秀的一个经历 他呢 对自己的反馈却是 他年轻的时候 一直是固定性思维 他后来接触了很多 不同的学生 不同的学者 他才意识到 除了这种固定性思维以外 还有一种思维 叫成长性思维 而这种成长性思维 才能够大大的帮助我们 不断的提升自己 获取真正意义上的 成功和自我突破 那我们接下来呢 就来说说 到底什么是固定性思维 什么是成长性思维啊 这个固定性思维呢 在这个原书里边 给的单词叫 Fixed Mindset 它其实不是说 你的想法是固定 而是说 这种思维方式认为 人的能力是固定的 也就是说 你生下来大概是 什么样一个能力 你这辈子呢 基本上不会有 太大的变化 比如说最常见的 我们的一个例子 就是小的时候 大家都会说 有些人这个是 你就是适合学理科的人 你再怎么努力 你可能也学不了文科 对吧 那么这个其实是 一种什么思维呢 如果按照作者这个定义 就是固定性思维 那么这种固定性思维呢 它可能是会在 不同的能力和不同的方面 认为人的能力是固定的 那我们再想一想 我们在多大程度上 认为人的各个方面能力 比如说你在语言能力上 你的交流能力 你的人际关系上面 再比如说 你的这个开车技巧 你做饭的能力 培养孩子的能力 你跟同事相处的能力 在固定性思维的人看来 这些方面 人的能力 基本上是 没有太大的变化的 那我生下来呢 我这方面有天赋 我就这样了 如果我没有天赋呢 我可能再怎么努力呢 也变化不了多少 好 这是固定性思维 那么跟固定性思维 相对的一种思维方式 叫做成长性思维 什么是成长性思维呢 它的这个假设是 人的所有的能力 都是可以在慢慢的改变 和慢慢的进步的 就说人的这个 无论你是数学能力啊 还是你的情商啊 智商啊 身体能力啊 体育竞技能力啊 都不是一成不变的 不是说你生下来啥样 你今后就啥样 而是说可以通过一些方法 出现变化 这一套理论 作者研究了二十多年 他的这些研究 在心理学领域 和教育学领域 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比如说前几年 特别流行的一个 讲人的这个毅力啊 他就发现 有的学生成功 有的学生失败 这个根本的原因 是因为人有没有毅力 对吧 这个毅力 他认为怎么建立呢 他就回到 引用这个 Dwell克博士 他的这个理论 认为 You grow my size 就是成长性思维的人 他才能够培养自己的毅力 所以这本书 他的这个理论框架的讨论 为其他的很多的 心理学和教育学的领域 带来了很大的影响 一个简简单单的 就是说 我到底这方面能力 是固定的 还是不固定的 能对人带来 那么大的变化呢 你还真别小看这个变化 根据作者的 这个几十年的研究 他发现 如果一个人 能够具有 Grossman's side 他几乎在学业 事业 家庭关系 下一代培养 身体健康 等各个方面 都要强于 Fixedman's side 也就是固定性思维 那么好 我们说 为什么人的 这个思维方式 怎么会带来 这么大的影响 首先我们来听一听 就是这个固定性思维 它有哪些害处 大概这个 我来归结四个方面 就是 首先固定性思维的人 他害怕努力 第二固定性思维的人 不能持续学习 第三固定性思维的人 会躲避失败 和容易一绝不振 最后固定性思维的人 容易在成功面前 骄傲和停滞不前 好 我们首先来说 第一点 就是这个固定性思维的人 他容易害怕努力 这事有意思了 为什么 你认为 人的能力 是几乎不变的 你就容易害怕努力呢 大家我们小的时候 可能都听过一个故事 叫龟兔赛跑是吧 龟兔赛跑里边 有两个主角 一个呢 就是有天赋 但是不知道努力的兔子 另外一个是 没有天赋 但是就是持续 一直在那努力的 这个乌龟 最后呢 结果呢 就是这个持续努力的乌龟 战胜了那个 有天赋 但是不努力的兔子 所以这件事情告诉我们 说人的天赋不重要 努力呢 更重要 好 这个故事我们都很清楚 但是大家发没发现 这个故事里 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点 就是他这两个角色呀 一个是努力 没有天赋 一个是有天赋 不努力 就这两个角色 几乎是一个对立的位置 是吧 就好像如果你有天赋 你就不努力 如果你努力呢 你就没有天赋 对吧 他并没有一只 又有天赋 又努力的一个兔子 对吧 我们在生活里边 也经常是这样的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记忆 这个小学的时候 有一些同学啊 他在班上呢 有的时候特意表现出 不好好听讲 或者在这班级上睡觉 对吧 然后呢 考试的时候又考得特别好 有的时候老师就会在班级上 表扬这种同学 说你看谁谁谁 多聪明 你没人家聪明 你别像他那样不听讲 对吧 有这种情况 所以我们这个社会呢 有的时候 他会鼓励这种思维 就是说 如果你有天赋 如果你是这块料 你就不需要努力 那么这个 他会带来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如果你努力的话 你就不是天才 所以为了证明一个人 他是一块料 他就不太努力了 对吧 比如说这书的作者 他又举了自己一个例子 他是非常优秀的一个 年轻的女教师 但是当他最开始的时候 在这个伊利诺伊大学任教的时候 有一天晚上 他路过了他们学校的 教师的这个办公室楼 他就发现这楼上呢 灯火通明 也就是说他那些同事啊 在很晚的时候 还在那工作 他当时心里边 浮现了一丝这个暗息 禁不住的想说 你看我这同事 一定没我聪明 这么晚了 我都不需要工作 但他们还需要工作 等到了这个十几年之后 他开始研究 固定性思维 和成长性思维的时候 他才意识到 当时自己拥有的 其实是一种固定性思维 为什么 他并没有意识到 他的同事 有可能跟他一样聪明 但是却比他努力 固定性思维 容易给人一种这个迷思 就是如果你努力了 那么你要是还没成功 你就找不到借口了 对吧 如果我准备这个考试 我准备的特别充分 我天天在那备考 然后备考了三个月 我考的特别差 我就没有任何借口 但如果我不太努力的话 我考的差 我可以说 哎呀 我那会要努力的话 我现在我早考上北大了 是吧 所以呢 因为这种固定性的思维 就是他认为人的能力 是没有办法持续提升的 导致他不愿意付出努力 那么相关的第二点呢 就是固定性思维的人呢 他会失去很多学习的机会 这本书的作者 他对香港大学的一些学生 做了一些研究啊 香港大学呢 大家知道他是双语教学 所以所有的学生入学考试 都有这个英语成绩的 那么入学考试一来 有些学生的英语考试成绩 就高一些 有些低一些 那么这个作者 他们呢 就专门把那些入学的时候 英语成绩比较低的 这些学生叫过来了 问他们两个问题 首先你相不相信 人在任何时候 都可以从根本上 改变自己的智力水平 和学习能力 有的学生就说相信 有的学生不相信 这样的话 学生就分成了 固定性思维和 成长性思维 这两组是吧 接下来呢 又问他们说 你的英语成绩 在入学的时候不佳 那么接下来 你愿不愿意 参加一些英语的补习班 来提升自己的英语程度 那结果显而易见的吧 就是成长性思维方式的人 他们有更多的学生 愿意参加这个英语补习 为什么呢 他们相信自己在补习之后 这个英语水平能提高 而固定性思维方式的人呢 反倒觉得说 我入学成绩不好 我去参加这班 我丢人 那么由于固定性思维 带来的这种 就是我怕丢人 我努力 显得我没用 这种思维 使他浪费了一次又一次的 可以学习 和可以努力的机会 长此以往呢 当然这个成功的几率 也就逐渐降低了 我们再来说第三点 面对成功的时候 人和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对吧 这个作者呢 对各个年龄段的很多学生啊 进行了一个问题的测试 就问他们在什么情况下 觉得自己最聪明 大家也可以想一想这个问题 自己在什么情况下 你觉得啊 我这就是我聪明的时候 那么我们发现 固定性思维的人 会怎么觉得啊 他觉得说 在我没有犯错的时候 我就是聪明 或者说 在我快速的完成一件事情的时候 这是聪明 或者说 在有件事情对我来说 一如反掌的时候啊 我别人都做不了 只有我能做的时候 我觉得我自己聪明 这些答案都在表示什么呢 这个固定性思维的人呢 一般来说 他要求的是一种 完美无缺的表现 我们再来看看成长性思维的人 他是什么感觉 有的人说呢 在我钻研某件事很长时间 终于有了眉目的时候 我觉得我聪明 那么对于这些人来说 聪明并不是当下的完美 而是与长时间的学习有关的 有这种勇气直面挑战 并且不断的去提升 他某一方面的这种能力 一直到他发现自己比以前强了 这个时候他会认为自己是成功的 所以在面对成功的时候 这个成长性思维的人 他更强调一个词 叫stretch yourself 就stretch是这个撑的意思 对吧 就你要拉伸你自己 比如说美国有一个运动员 叫Jackie Jonah Kersey 她被称为是有史以来最棒的女运动员 为什么呢 1985到1996年 她赢得了她所参加的所有七项全能赛 什么是七项全能赛 七项全能包括两天的这个比赛 里边有100米跨栏 跳高牵球 200米赛跑 跳远 标枪 800米跑 所以这个Jackie Jonah Kersey这个人 她在体育史上赢得了六个最高分 打破世界纪录 就凭着这个七项全能 获得两次世界锦标赛冠军和两枚奥运会金牌 她这个女运动员是非常非常厉害了 对吧 那她怎么定义成功呢 她说对我来说 体育运动的乐趣并不在于夺冠 如果我看到了自己的进步 或者是觉得自己发挥出了应有的水平 我并不介意输掉比赛 如果我输了 我只会回到训练轨迹上来 接受更多的训练就好了 这是典型的一个成长性思维 就是我不在意我是赢了还是输了 我在意的是 我是不是比以前好 那么如果不行的话 我就继续提升我自己 再比如说老虎伍兹 我们都知道 这个高尔夫球最为大的运动员 他在1998年的大师赛之后 对自己的这个成绩非常的失望 因为他并没有像前一年那样独冠 但是呢 他对自己这个排进了前十名 这件事还是非常开心的 他说这一周我付出了 我所能有的全部 我对自己的坚持感到很骄傲 那么在英国的公开赛之后 他取得了第三名的成绩 他说有时候当事情进展的不那么完美 或者你对自己的灰干 不是很满意的时候 在这样的情况下 得分让我感到更高兴 你看他并没有完全把这个目光 放在结果上面 对吧 他关注的是说我现在是不是付出了我全部的这样一种努力 所以我们总结来说就是这个固定性思维方式的人呢 对于他们来说成功意味着做到比别人强 然后呢 每次的表现呢 要完美无缺 那么这个会带来什么 我们很容易想象到就是带来压力吧 因为你感觉到你每一次如果我表现的不好了 那就意味着我是个loser了 那么对我们的每一次的这个考试 每一次的这个工作上的汇报 是不是拿下了最好的客户啊 是不是让每一个客户满意 你都好像是一次自我的证明和跟别人的竞赛一样 我输了一次的话 我就是个彻底的失败者 所以这种思维方式 我们不从说这个个人成长角度 我们从这个个人的心理健康啊 情绪的角度来讲 是一种让我们有很大压力的一种思维方式啊 那么成长性思维的人他怎么觉得呢 他觉得这个成功呢 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就是成功意味着对我来说 我要尽我最大的努力 对吧 看我是不是比以前做的更好了 所有的成功都是相对而言的 以及和暂时的 对吧 真正的这种长期的成功 一定要靠持续不断的终身成长和终身学习啊 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个对于失败 那么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啊 比如说有这么一个情境啊 假如说你呢 去上了一门非常重要的课 那么这个课呢 对你来说特别的重要 而且呢你一直都挺喜欢这个课呢 你觉得自己也挺擅长 结果这期中考试之后 你一看分啊 得了C加 那C加呢 就是大概六七十分吧 然后你就非常的沮丧啊 因为你一直觉得自己 然后晚上你回家的时候呢 你就发现你这个车上面 你贴了一个大大的罚单 好几百美元 然后你这时候就更沮丧了啊 这样的话 你就打电话给你最好的朋友 希望得到一些安慰 结果你的朋友呢 就说这有什么了不起的 然后就把电话挂了 哎 请问在这种情境下 你会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情 然后你会怎么去做呢 那么以上的这个问题呢 也在心理学的研究上 给了很多不同年龄段的 不同的人去问他们 我会发现固定性思维方式 和成长性思维方式的人 对这一次的失败 或者说对这一次的这种困境啊 完全是两种不同的感受 固定性思维方式的人 会有这样的答复 我感到我被拒绝了 我是一个失败者 我是个傻瓜 我感到自己很没有用 所有人都比我优秀 我太差劲了 也就是换句话说呢 固定性思维的人 他会把发生的事情啊 当做一个衡量自己能力和价值的 直接的标识 他会有这样的一种感受 这个世界会跟我过不去 没有人爱我 没有人需要我 那么大家想象一下 在我们这个例子里边 其实C加并不是这个60分以下 这个情境呢 其实并不是一个天塌下来的情境 也没有人告诉你说 你现在要退学 然后你的车虽然贴了一张罚单啊 几百美元 但是这个情境 其实也不是一个绝对让人悲观的情境吧 并没有出车祸啊 并没有这个 有人在车祸里面伤亡 但是呢 如果一个人是固定性的思维 他在失败或者挫折面前有什么样的感觉呢 这件事情好像天大一样 因为每一件事情都是给自己贴标签的机会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人的能力是不变的 那么任何一件事情都是在定义我 对吧 那我这次考试考得不好 那我的能力又变不了 那就说明我是个loser吧 所以呢 这种固定性的思维方式 让我们在面对一次次的挫折和失败的时候 有更大的压力 成长性思维的人 他们会怎么觉得 根据这个研究成长性的思维 在这种情境里边 他一般会有这种感受 他说我会更努力的学习 因为这一次的考试成绩 让我意识到我的能力不足 那么下一次停车的时候 我也要加以小心 而且呢 我的那个朋友 他今天有可能心情不好 还有的人说 C加这个成绩告诉我 我必须在课堂上加倍付出努力 我依然有半个学期的时间来提高成绩 那么还有很多类似的回答 但是我相信大家已经从这些回答里面了解到 就是成长性思维的人 他的整体感受是 并不是一个失败能够定义我 生活的常态 其实就充满了挫折失败 我现在做的不好没关系 我可以努力 我有时间 我可以做的更好 这件事情他定义不了我 那么就让我们理性和客观的看一下 现在根据手上的所有牌 我已经打成这样了 我还能做什么 我们说有成长性思维和固定思维的人呢 那么在自己的这个学业呀 事业上面呀 就会有很大的区别啊 那么除此之外 其实成长性思维还会影响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比如说这个对孩子的教育 以及呢 家庭关系和亲密关系 你跟你的伴侣之间是怎么相处的 我们先来说孩子教育这件事情 如果你有小孩 你可以想象一下 或者是说你没有小孩 你想一下你父母啊 当年怎么对你 就是如果你的小孩表现的非常好 你怎么夸他 这是一个很大的学问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你这样夸奖 你说你真棒 你就是跟别人不一样 或者说你太聪明了 注定能成大事 这种夸奖 其实背后是一种什么思维呢 是一种固定性思维 对不对 那么家长如果只是基于这种 他某一次的表现 然后去称赞他的话 那么会致使这个孩子 也逐渐养成一种固定性的思维 成长性思维怎么认为啊 你这个事情棒不代表着你将来就棒吧 对吧 以及呢你一次的表现比较好 不代表着你就很优秀 所以呢这个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夸小孩 才是比较好的事情哈 我们要注重的是effort 而不是performance 就是我们应该更去夸奖这个孩子 在这次考试当中或者做这件事情当中 他付出了多大的努力 他有多用心他花了多少时间 他面对困难的时候有没有这种毅力 他在多大程度上去stretch他们自己了 这个是我们应该关注和表扬的东西 而不是他一次的performance 就是他一次的学习成绩的这种表现哈 如果要是我们总是这个夸奖孩子 他的表现这个会导致什么呢 这个孩子他会越来越希望得到别人的夸奖 对不对 所以他就越来越在乎别人说 你这个表现的真好 你这次真棒 你真聪明 所以他就非常想look good 总是看上去特别棒 这就会导致他呢 不那么在乎自己真的学到了多少 以及真的成长了多少 到底努力了多少 他对自己的这个评价啊 就会出现一个评差 所以他慢慢的就变成这种固定性思维 那我们说变成固定性思维的问题就是 你遇见失败 还是对自己就诋毁 对吧 不断的批评自己 不能有任何一次小失败和小挫折 所以等于是让这个孩子呢 在将来的生活当中多了很多的压力和不开心 所以我觉得其实做人父母能给孩子最大的礼物 就是帮他们建立一种从内到外的这种growth mindset 就成长性思维 这样让这个孩子知道说 所谓的成功 其实应该是不断的突破你自己 而且成功没有边界 你要终身去成长 不断的学习 不断的努力 去做你以前做不到的事情 这样的话呢 这个孩子他也会在面对成功 面对失败 面对挫折的时候 他有一个更健康的一种心态 我们再来说这个人际关系 特别是亲密关系这一块 就是人和自己的伴侣 和自己的爱人相处的时候 这个固定性思维和成长性思维 依然起着重大的作用 比如说有这么一个问题 问大家 就是你有没有曾经相信过 这个世界上对你来说 有一个Mr.Right 或者一个Mr.Right 就是一个注定的白马王子 或者白马公主 有这个天造地设的这么一个对 你要找到这样一个人 你就能过着幸福的生活 如果要是有这种想法 这个是一个典型的什么想法呢 你应该已经猜到了 就是固定性思维 对不对 是在亲密关系上的固定性思维 亲密关系上的固定性思维 的最大特征就是说 他认为呢 一个好的关系是 就注定了要好 坏的关系注定了要坏 那么导致的一个恶果 就是如果要是亲密关系中 出现了任何的不开心啊 我跟你想法不一致啊 他就会认为 这人不适合我 要不咱就拉倒 我再去找 我找那适合我的 但是对于成长性思维的人来说 他会怎么认为 他认为任何的关系 都是需要呵护和努力的 不断的去建设他的 再适合的两个人 也是通过不断的work together 让你的关系 一步一步变得更好的 好关系都不是偶然的 我们应该不断的沟通 我们应该不断的 增加陪伴彼此的时间 我们有矛盾 要不断的来调和 更好地关心彼此 只有我在这上面花时间 我的关系才会变得更好 所以呢 可以运用这个成长性的思维 让我们去了解到说 任何的好的关系 无论你是爱人关系 还是朋友关系 我们跟父母的关系 我们跟孩子的关系 都是需要去努力的 需要去花时间的 对这本书呢 说到这儿呢 就基本上把主要内容 跟大家都分享完毕了 那么最后呢 我们来再总结几点 第一点就是 成长性思维 这个东西 本身是可以成长的 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发现自己 并没有成长性思维 我们目前来说 大多数情况下 用一种固定性的思维 在思考和决策的话 那么其实没有关系 因为我们可以建立 这种成长性思维 那么还有的人会讲 就是说我在某些方面 我是相信人的能力固定 在某些方面 相信人的能力 是可以改变的 那么这种情况下呢 其实你可以去挑战一下自己 去想想 就是你所认为 那些不能改变的地方 有没有可能 也能改变 那么我们越是 在更多的方面 相信这种成长性的思维 其实我们的世界呢 往往就会变得 更加的乐观豁达和轻松 成败一次 对我们来说 没那么重要 别人的评价 没那么重要 那么没有必要 在别人面前证明自己 这些都是成长性思维 能给我们带来的东西 那我们开始关注什么呢 所谓的终身成长 这两年非常流行的一个话 为什么这个东西这么流行啊 就是大家逐渐发现 所谓成功是没有边界的 你今年能赚500万 你明年能赚5000万 对吧 那赚多少钱是多 然后你这个 个人的能力也是一样的 无论你是在教学上面 你是在科研上面 你是在这个公司销售的业绩上面 没有边 所以怎么样去界定自己的成功 怎么样去不断地给自己这种肯定呢 更好的方式 是把自己放在你成长了多少 你stretch了多少 你在压力面前是怎么表现的 你这一次在挫折面前的这种勇气 这种耐力 有没有比上一次的好 我们这个社会 其实大部分情况下 会去加强这种固定性的思维 尤其是这种叫好学生的诅咒 很多人这个小的时候 如果学习特别好 就长大了之后 反倒没有出息 对吧 就是因为不敢尝试 因为一尝试就失败了的话 那就证明我不是那么厉害了 对吧 你不努力 也耳熟能详 就是说这个一个人 在任何一个方面 花费一万个小时 他慢慢的都会变成天才 那大家想 如果你是固定性思维 怕失败 你不去尝试 这种情况下 你怎么积攒一万个小时 但如果你有这种 就是说 我关注我到底努力了多少 那么你才能够积攒的更多 对吧 更快的在某一个方面 成为一个专家 我们都不是超人 我希望这本书 跟大家分享之后 大家都轻松一点 我们不需要做的完美 我们不需要在所有的考试中 都拿最好的成绩 我们不需要 每一个客户都满意 我们要做的就是 我们今天 可能比昨天好 付出了我们最大的努力 我们对我们在困难面前的 这种勇气和决心 表示满意 对吧 村上村树 他在自己写的这个散文集 当我谈跑步时 我在谈些什么 这个书里边 有这么一句话 我印象特别深 他说 今天不想去跑步 才去跑步 这才是跑步的意义 我觉得这句话 他其实说的是什么呢 就是成长性思维 这个东西 为什么他今天 今天不想去跑步 他才去跑步呢 因为当你不想跑步的时候 你每跑一步 你对自己的stretch 都比以前更有效 人的肌肉 和人的这个跑步能力 它是通过你不断 去突破自己的极限 来建立的 那怎么算突破你自己极限 你如果你今天 觉得自己能跑五万米 然后你跑了四万米 你真没有突破自己极限 你觉得你不能 跑五万米的时候 你去跑了五万米 你这个时候 你突破了自己身体的极限 那么你多跑出来那些 等于把你自己的肌肉 体能增强了 就是说我们应该在我们不想做某件事情的时候 意识到什么 这件事我可能做不好 我可能做不到最佳的那个状态 但是我现在不想做的时候去做了 这说明我在成长 而成长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成功 那么在这里呢 成长性思维就分享完毕给大家了 我希望呢 我们多多提醒自己用这种 在意自己成长了多少的方式呢 去指导我们的生活和工作 也希望我们的节目 继续能够持续的有这样的一种文化 就是我们不期待去做出最完美的节目 但是我们期望 我们的节目能够越做越好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感谢观看